初选中 郭台铭和朱立伦都被视为韩国瑜的有力竞争者 现在结果揭晓 媒体也在关注二人的反应 尤其是郭台铭接下来会不会脱党参选 继续看报道 朱立伦在今天中午召开的个人记者会上 对韩国瑜出现表示祝贺 同时表态自己坦然接受初选结果 不过朱立伦认为国民党要争取的不仅是蓝军的支持 更有全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信心和支持 他指出这几年来台湾变成对立的台湾 既有统独 也有南北 世代 阶级和贫富之间的对立 朱立伦呼吁民众需要一个团结的台湾 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一定有我 我本来就是不计个人荣辱 希望团结打拼台湾的前途 而台湾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原定今天下午要召开记者会 但今天上午却临时宣布取消 郭台铭团队转述表示 由于媒体还有许多问题想进一步询问 目前初选刚结束 他需要沉淀思考 择期再向台湾民众及媒体来做报告 郭台铭在声明中对韩国瑜表示祝福 但并未透露自己的下一步动向 面对前部署韩国瑜在国民党2020初选中胜出 可能参选2020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态度低调 大家开始思考说小英继续干会怎样 不然韩国瑜做会怎样 大家开始在想想看 不过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在想我个人要干什么 我在想到底台湾下去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办 对我来讲台北市长就做得好好的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则在个人网页指出 当前台湾执政者的傲慢已成为台湾民众心中的痛 只是讨厌民进党仍不够 更重要的是要让台湾民众看得到未来 看得到台湾的希望 相信这也是这次有这么多人关注国民党初选的原因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杨坤福综合报道